主要是利用那个for回圈跟那个化回圈 再加上那个逻辑判断 那搭配一个input 反正就是当你资料输入之后 然后再做那个判断 然后最后把对的结果给输出来 所以我们主要有练习几个那个范例 包含就是那个直数的判断 那那个直数判断的程式 后面我们有做一个优化的动作 就是把那个程式基本上 可以再让它更精简 那主要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写法 在python里面它其实for回圈里面 可以搭配Ls OK 所以这个可以让那个程式基本上 变得比较简短一些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自己在python里面呢 如何撰写我们的这个制定的函数 或者函式 那就是产生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部分一定要记得写在上面嘛 开头一定是def 有没有 那你可以用传递参数的方式 让它把这个结果 要不就是没有回传值 要不就是有回传值 我们好像有写两个 一个是没有回传值的 一个是有回传值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部分呢 主要那第一个啦 那个像那个证照考试的第五类就考这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以后如果说你 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那程式不断的重复 重复出现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 要把它改写成所谓的那个function 寒式的部分 当然目前我们程式基本上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其实 还不太需要 但未来的话 可能慢慢你程式越写越多 就有必要把那个程式 撰写成那个寒式的这种需求 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 又写了一个所谓的猜数字游戏 1到20 当然你这个可以改写啦 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个我们会多 从外部 input一个模组 那个模组叫random random里面有个方法叫random range 那这个random range 就是可以让你产生你要的数字范围 如果你要是1到20的话 那就random range 刮符1到21 那个random range 其实跟range还蛮像 它是21是停下来的 也就是它不会产生啦 所以如果你要1到20的话 记得1到21 OK 那就开始猜吧 OK它1到20 随便帮你产生一个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那个 就是说产生这个乱数 然后呢 跟我们输入的做比较 那比完之后的话 当然有三种可能 一个是答对的 答对的离开嘛 另外的话就太低 要另外就太高 那你要提示它嘛 上一半要写 所以如果你要写这样的程式 该怎么写 其实程式不困难 第一个 imput random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用那个random range 产生一个乱数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画一帽号 然后再来就input input之后的话呢 就做if 如果答对的话 如果太高的话 如果太低的话 有没有 程式基本上就OK的 大概就这样的架构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中间的 程式自己把它填上 其实蛮固定的架构 所以这种架构以后 你可以拿来当成一个范本 有没有 你以后写别的游戏的话 其实也可以参考 只是说呢 有些地方逻辑不一样 你就稍微修改一下吧 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有做个变化 就是说如果你 因为用画一帽号的话 它就没有次数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 它才猜到为止 所以它可能会猜个五次 猜个十次才猜对 那当然理论上感觉 挑战性太低了 所以如果说呢 你希望 这个猜数字游戏 希望把它改成 只能够猜三次的话 OK 如果有这种需求 那要怎么让它只能够拆三次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用了两个方法了 方法一的话比较简单 就用for回圈就好了 有没有 再把画一帽号 就画回圈改成那个 for回圈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就用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后面的话一 一到 一二三嘛 有没有 三次 那一到点四嘛 到四停下来 对不对 然后让它跑 可是呢 你的逻辑里面就变成多一个 有没有 如果 如果第三次等于三的话 而且它没猜对 没猜对的是什么 假设那个变数 输入变数 跟它乱数的 两个不相等 不相等记得哦 清唱号等于嘛 不相等的话 然后就怎么样 停掉了 然后你要跳个讯息了 然后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 如果用for回圈的话 那里面可能需要一个变数 尤其是c吧 初次等于1嘛 那每猜一次就加1 每猜一次就加1 那如果那个c的值 如果大于等于3的话 那就跳出来 哦 你已经猜超过三次了 你不能再猜了 两种写法 应该还记得吧 不过只是说 可许也许知道 但是你要把它写下来 而且能够很流畅的写出来 并且没有错误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真的学会啦 不过大概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刚刚讲的程式 其实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看到 只能拆三次 应该是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地方 第几页 第21页 第三个单元第21页 有没有 把那个换回圈 改成for回圈 第二个的话呢 判断说 有没有 多一个逻辑 如果i等于 等于等于3 有没有 OK 而且 两个变数 不相等的话 有没有 而且 and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开头的地方 多加一个逻辑判断而已 就这样而已 OK 然后呢 底下的叙数呢 就是 printer 你答错了 最多只能拆三次 而且最后告诉你答案吧 那告诉你答案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我们那个变数叫rnd 把那个rnd的结果 把它顺便print出来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 也许你现在没办法完全记手啦 如果你把它当范本也OK 所以以后的话呢 假如说呢 你需要参考 反正照着差不多的流程吧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 不外乎有哪一些东西呢 不外乎有 import 有没有 就是乱数 乱数产生了 OK 然后 这个 这个是因为我要让它先知道 乱数的结果 不过这个最后其实应该是 要把它注解掉 不然每次都知道 知道答案那就不OK了 所以这个可能在这个地方 把它加个注解 把它注解掉 OK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跑个回圈 那再做逻辑判断 那如果答对的话 那就break 答对的话多一个break 那这个是方法一啦 那方法二的话呢 就是 如果你直译一定要用 法尔一冒号的话 那没关系 你顶多就加一个什么 加个C嘛 有没有 C等于零就是 完全 还没开始拆就零嘛 那如果你每拆一次 就在这个下面做一个什么 多一个加一累计的一个这个动作 就把C等于C加1 这个叙述就是说我把它加完之后 先执行后面的 再把后面运算的结果存到前面去的意思啊 所以C的话本来是0嘛 加了1变1 再第二次变2 再第三次变3了 那如果他真的拆三次了 所以底下一定要加一个逻辑 如果呢 C里面的词 假如大于等于3的话 那一样跟他讲你答错了只能拆三次 那并且一样 把那个RND的词 把它怎么样 把它秀出来 你这个段数是多少 OK 那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像作弊一样 应该就很清楚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程式其实不多 但是呢 要能够把它正确 写出来 其实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再自行回去多多练习吧 那一样的部分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其他 我有补充那个就是 把它改成VBA的版本 VBA版本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蛮多结构基本上是雷同的 只是说呢 有些地方 把语法稍微改动一下 其实就换了一个地方 所以同样的东西 假如我要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 VBA里面RUN的话 这个已经写好了 当然我们重点是在Python 所以我是比较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程式 这个是 不断拆的版本 那一样我上礼拜有秀给大家看 你可以把 Sub到EndSub这一段程式 复制起来 Ctrl-C 然后呢 你这直接 如果你要 累习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那个Excel里面 再开启那个VIO Basic 那记得 每次如果你要RUN VBA的话 记得就是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你就跟Python一样 反正基本的单位就是模组 那你就把那个Sub贴到模组里面去就好了 OK 那RUN的话呢 一样把 游标放这个Sub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直接 上面有个RUN RUN一下 有办法 其实它RUN起来的 这个效果 基本上跟在Python 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换个地方而已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假设要 把Python里面写的东西 要移植到VBA 我是觉得 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比如说输入一样 10 太低了 太低了就高一点 所以就沾去 现在变 把1到10沾去 然后再来就15 恭喜答对了 OK 上个礼拜也是这样 运气特别好 OK 好 那其实道理差不多了 细节部分我上个礼拜有讲到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RMD 这个函数 在那个Python里面是 imput那个random 然后用那个random range的方法 那在VBA里面是用RMD 小瓜糊的这个函数 那其实 概念上面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反正就要产生乱数了 只是说两者之间 可能还是有一点操作上不一样 大家记一下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也是一样可以只能猜三次 猜三次我这边也有提到 我只把它改Fore回圈 所以Fore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 这边是For I in range 这边是For I 等于哪一个数字 到哪一个数字 我这边1到3 那其实结果也是会是一样 其他细节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比较一下 反正最好是你一遇两次嘛 有没有 你学了Python之后 你VBA也学会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也就是说呢 上个礼拜 我们的猜数字游戏啊 我也有把那个VBA的版本 把它放在这边 请各位自行再Run一下 其实Run的方法也很简单啊 你就把这个程式Ctrl-C 然后一样嘛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VBA里面的 记得要先加一个模组 然后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啊 签议就是贴上Run一下 然后呢 最好的方法是 自己再把它Delete掉 把中间的程式Delete掉 自己试着重写看看 如果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 哇 不得了 你就OK了 你就VBA也会写 Python也会写 哇 那当然最最最最最 最佳的境界就是 最好是以后拿一个语言 你很快就可以上手 对不对 基本上 对我们而言啊 我是觉得 我的想法是 我都会去找 语言之间的差异 去学习语言 而不是说我重新再去学一个语言 有没有 而如果我用差异去学习的话 我肯快 那么就是 我只要用我以前 学过的东西转个弯 我就可以把 差异的东西可以写出来 只是换个环境而已 OK 所以大概我的概念是这样的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接着继续 再来看那个下一个练习题吧 那上个礼拜有提到那个Mind CI 因为那个 这个有点像是 怎么样 考你英文 那它是秀出 这个英文的月份的名称 然后要你猜它是几月份 OK 有点像那个英文的这个啦 当然一个简单的游戏 那首先的话当然呢 我们需要一个清单 那根据这个清单的话呢 一样呢 乱数抓一个月份 把那个月份的英文名称秀出来 那秀出来之后让人家猜 这是几月 那当然呢 这个练习题 其实甚至可以把它进化成像什么那个 全民音简啊 那种音简的那种练习题嘛 你可以乱数抓一个 抓一个题目 然后秀出来 甚至你不只乱数抓一题啊 你可以抓多题嘛 OK 有没有类似 那个像那个测验的系统一样 然后 当然你测验完之后 可以看它答对还是答错 OK 实际上是可以改写类似 这种应用 那首先的话呢 大概我把那个 程式稍微乱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上礼拜大家有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先乱一下 执行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会秀出一个问题 那你会发现啊 这个 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有没有 月份 英文的月份 那你会发现我现在乱 把它停掉 我重乱一下 可以从那个 控制台的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停止 我再重乱 你会发现哦 每一次乱出来的问题哦 中间的这个英文 每次都不一样 OK 也就是它其实 也是用random去跑的 那范围的话呢 当然就是 1到12月份 OK 那 这是几月 当然如果你答错的话 随便1月 对不对 答错了 它会跳答错了 2月对不对 也答错了 反正它就让你回答 那直到呢 你答对了 比如说 直接输入 答案的话 那如果它两边比较match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什么 正确答案 所以其实这边的逻辑还比较简单 因为要不就答错 要不就答对 OK 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呢 该如何撰写对应的层次 接下来的话呢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礼拜 先大家复习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mindci部分 OK 那一样哦 这个还是可以把它改成 有次数限制啊 不然的话 人家一直拆一直拆 那拆到对为止的话 其实 呃 蛮 蛮浪费那个 就是 时间的哦 所以其实最好 看能不能哦 让它只能拆固定的次数哦 嗯 嗯